可以看到我桌上的這一個 今天的這個豐盛的午餐 一份綜合鍋 還有一個Sushi 海苔Sushi 還有豆皮Sushi 還有一個味噌湯 那我已經還有好久沒有來到 這一個人愛市場二樓這一邊 來用餐 然後原本的起家 那一個壽司店 日本料理店 因為今天休息 那今天想來來這邊吃一點好料一點 補償一下最近 真的因為淨灘做的實在是有超到很累 那今天來犒賞一下自己 然後找了一下看到這邊有一家新的 感覺好像還不錯還不錯吃 剛剛有看了他們的價格還算可以 也不會說很貴 然後看起來他們的 握手撕 無論握手撕 蘇西 可以透過我的鏡頭看起來都還不錯 相當的不錯 OK 那我就來試試吃看看 這邊的 這邊的 那一個湯的料理 OK 這邊是他的味噌湯 蠻多料的 好像一碗二十塊而已 很便宜 OK 那我就要來享用我的美食 午餐美食 剛剛試吃了兩個那個 那個 阿里吉利 然後覺得他的那個 薩米 還有新鮮 然後他的醋飯 最重要 里吉利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醋飯 粒粒分明 不會像 一般有一些 他的飯都黏在一起黏黏糊糊的 那就不好吃了 他們的 醋飯 做的還不錯 上面的那個 哇沙米 上面的那個 薩米 真的有 有新鮮 整體來說還不錯 然後剛剛 我想起來他的那個 醬子 里吉利 六罐醬子 一百六 價格算 中等 也沒有說很便宜到哪裡去 但是也不會說很貴 還不錯 推薦給大家 OK 再來 現在要推薦的就是 這一碗他們家的那個 味噌湯 他那個味噌湯裡頭 料蠻多的 雖然是 我們吃飯的一碗 但是料真的很多 而且 這樣子一碗才二十塊 那 整體來說真的 相當的便宜 而且很好吃 OK 我已經完食了 然後整個 整體來說的話 他的握壽司 無論握壽司 或者壽司 尤其他的里吉利的話 里吉利的話 他的飯真的做得還不錯 不會太過硬 但是也不會過苦 然後他的那個 Sushi Sushi的話 一份七十塊 不會啦 整體來說 還不錯 還真的還很不錯 那我剛剛頂了這三樣 六罐的 六罐的那個 里吉利 然後再加上 加上一盤的那個 Sushi 然後還有一個 味噌西露的話 這樣子的話 總共才兩百二十塊 他找我兩百八十塊 這樣子兩百二十塊的話 來說的話 整體還可以啦 不會說很貴 但是也不會說 還好啦 價格就差不多還好啦 主要是他那個 食材是很新鮮 吃起來是還不錯 OK 那今天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OK 拜拜